连续两周我们为您介绍了奥地利博物馆开发带领失智者欣赏画作的活动 以及丹麦推动失智共照 透过大量创意活动来帮助长者提高生活品质 其实很多照顾的挑战不能单靠药物 甚至不是靠吃药可以改善 在许多非药物治疗越来越受到重视后 怎么培养人才就很重要 这个礼拜我们要带您到以色列海法大学 他们成立了艺术治疗研究所 将各种艺术治疗科学化 不断精进教学的方法 艺术工作者除了展演还有直牙拓展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用有趣个别化 又降低药物伤害的方式来帮助许多人 记者周传九郑仲宏的报道 一位聪明人 但家庭生活发生冲突和情绪困扰 甚至染上酒瘾 治疗师何恩知道他接受音乐 试着让他透过情感转变 减少压力 跨过问题 这是以色列海法大学艺术治疗研究所 课堂的角色扮演 现今社会医药发达 但很多生活不适应和疾病只是表象 并不能只去一般诊所靠吃药解决 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经验累积 非吃药的艺术活动能改善困境 要帮助更多人重建生活能力 以色列大学积极发展艺术治疗研究所 也为有意愿的艺术工作者创造一片天 以色列古老的国度累积文化遗产 古老的经文遗迹 塞进去一直到一千九百年之后 才被发现 还有多样天然景观 人不成的死海 多元的饮食 这些历史带来丰富多样的刺激 如何展现于今日生活 丰富创意素材不但用来美化生活 更转用来改善心理和行为的资源 也可能降低药物对身体的负面影响 海法大学有艺术治疗研究所 更有系统的培养专才 很多人是有艺术相关素养 又对人有兴趣 自愿投入 这个专业是适合我 我身体的心理 但你会有很多忽略 父母的想法 我所得到的内容 我所得到的讯息和想法 我所得到的 其他人都非常有意义 我常常使用很多讯息 我从学生里面的学生 我学了艺术和心理 我基本上想要把艺术和学生 混合成为我的爱 我爱人的爱 我爱人的爱 我爱人的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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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病人多樣 最好服務者也能有多樣籌碼 儘管多數已經是治療師 還是要求學多種能力 想幫別人自己先體驗 畢業前期末課程 老師要求學習即興表演再見 藉此學更強的同理心 要求學習的空間 如何感受到 在其他人的空間 在其他人的空間 如何走開 從那個空間 之後老師講學禮 幫同學判斷 我可以認識 當一個客人在做這個 可能他在專注 或是獨立自己 或是獨立自己的 我可以認識這個動作 所以我第一次感受 我看了什麼意思 我學了理論 然後我看到它 我好像想說 應該是這是我所在接著 或是在新的招待 我可能會想到什麼 但我必須要思考 我必須要講 我必須要問 我必須要問 是這 是這 可能不 不 尤其是有些社會 可能這個動作 可能會提起你了 可能會說 是在學校 動作還被用來試圖減少某些疼痛 控制協調和顫抖的改善 除了動作治療 還有繪畫治療 每個人選擇材料 和工作上 最後我們一起一起 我們分享 和我們聊 關於什麼我們做的 和什麼我們感覺 工作自身上是治療 我們和他們 幫助我們 這個程式的治療 畫畫用來幫助醫護人員建立 醫病關係 共同承擔責任 面對治療 也用來幫助客戶表達家庭經驗 會畫甚至用來做判斷失智退畫到哪一個階段的參考 我們找到了 更多的階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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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階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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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現在我們找到了某個醫生 例如 她有所有患者來幫她 她只需要問她的患者 只畫自己 她可以知道她的患者在哪個階段 至於音樂治療 早被認為可用來幫助人 但是不同人反應不一 治療要能接招 角色扮演 錄影回看 逐秒檢討嘗試促成轉變 並設法形成理論 她是超過激烈的 甚至太過激烈 她不可以再接受它 那一位學生 提供了 她說它可以 我説一部分的階段 在治療的階段 是觸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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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觸 如果她可以承受 如果她可以承受 如果她可能承受 如果她可能承受 但我認為它是不同的 是在哪個階段 我們進入一個階段 一個階段 一個階段 然後我們承受 如何承受 我説 我可能覺得 可能 那詞曲的歌曲 是太過激烈 我需要 一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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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哈維所長 幫助同學練習創意和感受力 並且重整經驗成為能力 這是即興演奏課 雲 而每次 是不同的 如今在以色列 藝術治療可以自有一片天 你應該到訓練了嗎? 司馬達的診所就設在自家 工具琳琅滿目 幫助對象從小朋友到老人都有 所以如果有人找到一句話 繼續笑,你找到一句話 你找到一句話,你找到一句話 這可能是一開始的故事 繼續找到一句話 有人會拿到這句話 我想告訴你為何我選擇這句話 這句話是關於這一個人 我來到了他的家 他讓我笑,他找到一句話 他找到一句話 以色列的藝術治療 有些成果還跨過文化差異 轉用他國 我們在阿菲亞製作的建築 叫Kakuma 藝術用於輔導諮商 不僅有專屬研究所 還有更多相關產業 這些反思卡比口說更多了些管道 以長照機構中,照服員感受到被護理人員看低和不信任 要如何改善共識關係為例 對 在一個圍處中 są阿菲亞製的地方 他們跟著他們組合 我請求 ceased 去問 prin тех specify 你覺得看一車 每一節戲 每一節 Send 報 Así 然後我們搞個姿 在圖片上你能看到世界,你的世界,我的世界 那些事情你影響我,那些事情你影響我,那些事情我影響你 那些事情一起 在这些圖片上,首先我认识 那些事情必须工作一起 我可以从这些工作上做一个交易 这些事情必须在这里,你的工作上是一个好的 这些事情会有点大事 我,那我帮助,想要给你 你,那你姐姐要给你,那地方我们会会有更好的 更好的 不小似的,而更好的 更多方法用於治療 上代醫界開放的接納 和民眾的理解 如果能夠同時發展更多研究 來證實效益 則許多人的疾病和困境 渴望用更有趣 更有效 人性的方式來改善 降低藥物傷害 增進生活福祉 臺灣有良善的健保制度 不過卻也造成許多醫藥資源的浪費 健保署統計 臺灣每年有五億顆藥 被丟進垃圾桶 珍惜醫療資源 同時思考非藥物治療的可能性 才能從整體身心平衡的觀點 提供最有效的支持 獨立特派員 謝謝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陳婷玉 我們下次再會 zweify 我是 Firmy 強 jusquAN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